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关于错误码001 ERICAL 001 然后我来演示一下 进入软件的时候呢 这餐厅板需要登录 我登录哈 他就出现错误码001 错误码001就是监测到来电盒子没有接 然后这个窗口在这里 我们一看来电盒子灯不亮 来电盒子真的没有接 没有接呢 就会造成错误码001 那怎么解决呢 有的人说我赶快把它接上去 这个很重要不要接 不要接线哈 线先不要接 先关掉错误码 先点cancel 关掉错误码 他会闪一下就不见了 然后再去接线 我把线接上去 然后登录了 现在再去开就可以了 错误码那个窗口要先关掉 没关掉他被锁住了 所以就进入不了 所以要关掉错误码 他就可以再接线 然后再开 就可以开了 谢谢你 这个就关于错误码001的处理方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我现在这里也讲一下 就是灯有亮的情况下 灯有亮的情况下 然后也发生错误码001 就是灯有亮 但是也出现错误码001 我打开一下哈 灯有亮 也发现错误码001 然后那要怎么办呢 就是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也是 先关掉错误码 而不是去 弄这个USB线先 USB先不要管他 先关掉错误码 点concel 然后再来把这个线先扒开 然后再把它插回去 再插回去 然后现在灯亮了 就是错误码要先关掉 然后再来弄这个USB 然后我打开 这个餐厅需要登录哈 如果是外卖吧 你不需要登录 打开就正常了 哈